在里長陪同下 視察淹水狀況 新北市長侯佑 看完金山災情 下一步直奔淡水 在地居民滿腹苦水 工廠遭雨淡襲擊 老闆跑到侯市長面前陳情 山徒兒帶來的豪雨 重創新北淡水 當地出現貪方土石流 一度造成中和里四百人受困 但侯友宜發布的 十月五號亭班克區域 卻沒有淡水區 更說因為淡水災害案件較少 評估後才做決定 讓網友不滿洗版 淡水很多地方都淹水 淡水被孤立了嗎 還有人酸 淡水可能不算新北吧 民眾質疑為什麼淡水區沒有放假 來 立長 我們這裡搶災就災 好不好 是不是遺忘了淡水區啊 不只庭班克與否引發民怨 還有網友在PTT上PO出一張官員 玩手遊的照片 痛批民進黨官員災害應變中心 玩哪款手遊 隨即引起大批網友反酸 這個人穿的是新北市府的衣服 也是誤傷有菌嗎 災防中心裡面有官員在玩手機 被拍到這邊會 市府會去查 會去處罰他們嗎 還是怎麼樣 我們先看這邊看災 好 我們看看這個災情如何 來 暴雨 轟炸淡水山區 沒得放假的市民哀鴻遍野 也讓市長忠祐儀成為眾矢之地 三立新聞 王晨一讓我們軍小組新聞報導 好 當